所以我跟江董所要負責的是比較重要的場合 那市場不大了 就萬一股東會董事會上課 他剛剛跟我講上課將來也會跟課堂的演講 跟ARV在一起 其實這段不錯 這趕快再按下去就會走到更細的 那這個事情就是所謂的一個數位的整合跟演藝咒 我真的希望各位下禮拜一上課 我們現在問你什麼叫演藝咒 這是未來一個各位未來產業的機會 所以記得把這個抄下來 那我們這本課其實就是要創造一個 大家對未來怎麼樣利己 利人 尤其利人 我覺得利人現在比利己更重要 那我們在前幾次有介紹 有一位韓董事長是做什麼產業技的嗎 電子業 我們也有這個 有一位柏梁董事長在台中做什麼 吃茶 做什麼 吃茶商工 吃茶三千對不對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產業 那我們會邀請不同的聯寧城 尤其像今天這個郭的總經理 他事實上是比較年輕 各位看起來看起來就很高很帥 結婚了沒有 結婚了沒有 跟各位就比較要相近一點 各位是一個非常不錯的 也是一個聯繫創業家 跟江總一樣 聯繫創業家 各位等一下注意 因為各位360度都已經被拍了 演講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播出來嗎 可能要上傳youtube 再來給大家 各位的影片 就馬上各位上課的樣子 等一下提問問題的方式 各位上傳youtube 然後各位就會秀出來 所以要摸得哭 摸得哭 摸得哭 那都是我覺得非常棒的 聯繫創業家 而且我剛才要問他幾個問題 那當初為什麼不去台積電 那個年薪三百萬 他說這一行其實也蠻辛苦的 應該搞這麼瘦的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因為聯繫創業家的關係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 在我們在整個藍體產業 非常聰工的創業家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一根本的說明 原則上我們希望是一個不同的課程 所以大概請Gordon大概講 40到50分鐘 那等一下他們穩的時候 他們每一組就會帶個代表來 來說明這個Gordon這個公司 他本身你覺得成功觀念是什麼 成功觀念是什麼 然後每個人都準備一個問題 那請組長只帶個代表輪流 但是如果沒有人就是組長不要出來 那我覺得各位再看看未來 本身也以作為 本身的數位產業 事實上是未來最重要的事情 包括江總跟Gordon 那一下子我們就來熱烈掌聲 至少五秒鐘來歡迎Gordon 5 4 3 2 1 來Gordon 好 謝謝 謝謝 我看距離埋怨的 就容實說我要口大 對對對 好今天特別緊張 因為有江總在 然後又有360度的這個 所以就覺得 就是讓我獻點醜 我最近最近的一兩年 還蠻常被邀請去講這種創業的題目 然後我被邀請的時候 我常常都會去心想就是說 我好像還沒有成功 有資格去分享這個題目 可是我後來換了一個角度 就是實際上我已經創業了 這嚴格來說應該算第四次了 那我創業這麼多次 其實就算還沒有成功 其實在中間從0到1的過程中 其實有很多經驗已經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覺得 台灣其實不缺加速器 不缺孵化器 但是需要很多創業的前輩 尤其是在軟體這個產業 需要把經驗傳承下去 所以我這邊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既然自己其實也在AMA的台北搖籃 創業的這個計劃 那我覺得這計劃非常好 那你如果對於創業有興趣的話 AAMA這裡面幾乎刮了這個 台灣最優秀的創業家社群 然後它各個產業都有 所以我也很強烈推薦大家去申請這個社群 我自己也在裡面AMA 然後我現在是中量科技 CM的創辦人 那今天 今天重點不是介紹網公司 所以我會帶貨就好 那之前比較為人所知的是 我現在是CMH的總經理 就是台灣第一個交易所 也是世界第一個離手群配交易所 那在這之前 在COVID這個時期 我們也同時打造了Dexon的這個供鏈 低層供鏈 那也是台灣第一個自主研發的全塊鏈 那時候也拿到IDG的統治 那其他的就是 就是關於我自己我是理工科出身的 然後我這十年大概都是專注於分布系統開發 所以你一畢業就不決定到台北鏈就對了 對 我其實反而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就我一畢業 我等一下會講故事 我一畢業的話我就去 去服研發體代議 所以我還是有走 一般人走的過程 我再分享一下我的心度地層再會 然後這是關於區塊鏈的 那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我在 我大概在 應該是2012年的時候買比特幣 然後2014年的時候開始做區塊鏈的研究 2016年開始投入區塊鏈的創業 那這是我在區塊鏈領域裡面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在區塊鏈領域 可能或多多少有聽過我在做的事情 或者是聽過區塊鏈 其實我第一次創業也跟北科大 對北科大有一點淵遠 我跟北科大的一個教授 就是葛文鈞博士 在11年前是一起創業 我們在Iboss的第一屆 那時候我們做Language跟iDuty 99 所以我的創業經驗要回退 大概十 快十二年了 十六年前了 是我第一次在台大 資工讀研究所的時候 那時候 我一場很深刻 那時候 現在大家可能五感 因為每個人都只會一支手機 可是我那時候拿手機的時候 非常興奮 就是我拿就是這支手機iPhone 3G 可能有人連看都沒看過 那十二年前手機就長這樣 那時候其實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大家還會笑我 幹嘛花這麼多錢買這支手機 只是已複雜一點而已 然後什麼功能也沒有 那充電還要 充電還要 充電還要 一天就要充一次 所以大部分人不太能理解 其實我覺得所有創性都是這樣 創業者一定是孤獨的 然後前期的科技採納者 也都是孤獨的 就像剛才聊到NMG的宇宙 但也不懂為什麼這個圖到 要那麼多錢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那時候 我們就 還好玩喔 就那時候就開始開發 那個iOS的app 所以appworks 大家就是說appworks 就是大家都是去開發 這個手機上的應用 不過很有趣的事情是 因為那時候有智慧型手機的人太少 非常非常少 少到會鄙視的那種 就說你就用這種奇怪的東西 但有一些人就會好奇說 這是什麼 這是iPod的放大版嗎 所以 我們在那時候就進去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是 即使到後來3GS、4G出來之後 到4 沒有4G 3GS之後就改名叫iPhone4 那時候 整個台灣 不超過10萬個人拿iPhone 這是一個很難想像的數字 我們那時候 我們第一款app iBeauty99 拿下了整個App Store的 Overload Top 1 你們已經看不到這樣的排名了 因為這是十幾年前接的圖 現在就是 因為app太多了 你如果去排行榜排 那可能第一名又是Facebook跟Line 所以現在排名都已經換了 就不用這種方式去調列了 然後 我們後來因為假模式掃黃 所以我們後來就改做了Linguish 那Linguish的概念 iBeauty99的概念 就是把手機的表特板搬到 iBeauty的表特板搬到手機上 那Linguish就是等於是 你幫你管理100公尺內有沒有人跟你一樣想去看一場電影 我們就是以這樣概念去做 那時候這個是 概念是超嫌盡 因為location-backed service 那時候大家想做的 我們就做得出來 然後包含電子書 所以首先我講的是Linguish 就是我們那時候做 用望地圖 就是你在裡面可以去許願 說有沒有人想做遊戲去看電影 或者我不想找你幫我搬家 或我想要對方一些商品 現金禮券 你就可以去詢問 然後你會收到通知 當那些人接近你的時候 就收到通知說 有也有人想去看插丘 你要不要一起 那我們可以去 那時候就 這個我們就是在搞幣 煙望點數 煙望點數 Wish B 然後等於是一個人力中介 你可以花個一些錢 然後請別人來幫你實現一些誘惑 那 這是 iBeauty 99 我們的概念就是說 把表特搬到 因為我們都喜歡看表特版 那就是 滑 就是在手機上滑 沒那麼體驗 我可能一輩子都用不了 就是你從Nokia 變到iPhone 然後那種滑順的那個感覺 非常的震驚 所以我們就這樣 可以讓人家一直滑一直滑 然後點開 就可以去呼叫神龍 把你的文明小戰跟王子 拉出來 我現在很感慨的是 的點就是說 我已經年紀大到 講這些故事 不一定有人聽得懂 因為有人連文明小戰都沒有用過 有嗎 有 應該很多人沒有用過 你看 已經不同世代 這個歷史博物館 對 歷史博物館 天天在這邊 悠久好健康 這就是我們那時候 跟那個 保護士 一起弄的 那我們也在手機上面做電子書 所以也很創新 那時候手機上面 以前大家都是在電腦上面看一些電子書 小說 我們把它放到手機上來 就像一個實際的書這樣 那大家現在看都覺得這些 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我們是很驕傲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12年前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那時候 我們公司 應該說我們這團隊 基本上就是台灣 最會開發 iOS App的團隊 所以你現在手機一定裝了 我們這團隊開發的 像是麥當勞鬧鐘 摩斯漢堡 大院子 成品 你想到的應該都是這家公司開發的 後面這家公司改組 然後CEO也換人 我們團隊就散了 現在叫做Wish Hobo 好 那 這是那時候電子書 然後後來就開始接觸比特幣 我加入COVID WHO 我們最一開始最主要性的事件 就是我們完成一個很大型的ICO 那時候價值大概是 大概是4千萬美金吧 那現在的話價值就大概是1.6億美金 不過就4萬5千顆一胎 好 那這是我那時候 我還跟Vitalik 那時候合到 我們就是去宣傳我們的COVID WHO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做的真的非常早 找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是全世界第一個發交易所平台幣的人 比幣都還早 所以那時候連高盛都會想見我們 所以我到香港高盛 好像是39樓 就是去跟他們交流的一個照片 那 那時候連金馬會也在想 ICO這個東西要怎麼監管 然後我們跟一些 立委啊 同業 還有他的雇主委 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 總之我長話短說就是後來就是到了 就是創立一個COVID COVID 那個COVID COVID想要用不同的方式 來做這個區塊鏈的這個創業 我們過去就是 我去講 講說你要懂區塊鏈 區塊鏈很好 可是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大部分人可能不需要去懂 什麼是區塊鏈 好 就像這種感覺就好像是你看Netflix 如果Netflix跟你說我影片超好看 因為我放在Amazon的AWS上面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的區塊鏈表現是這樣 而我放在COVID的我的宗旨就是 我要讓大家 go for crypto 然後透過這個各種方式 安全可信 直到今天 直到最近我才意外的發現一件事情 我就跟我朋友 周邊的親朋好友交流 我就說2021年的現在 比特幣一直漲 光是今年比特幣應該就漲了六七倍了 我還不講其他的币種 比特幣本人就打了幾個 說現在價格應該不替錢漲了吧 沒有人再說 越來越少人說他是炸騙的 然後也組個機構進場了 美國也有交易所上市了 然後礦機也上市了 然後ETF最近也成立了 那你們現在有很多交易所都有把他使用說明 又有很多Youtube在講 那你們為什麼還沒買 我就問了這個問題 他的答案是震驚我的 因為我還真的想都沒想過 他的答案是說 我們要買一張台積電的股票 我們很簡單 就是他的證交所 就是這個交易所 就是買賣 可是我要賣比特幣 全世界可能有四千多個選擇給我 我們早上買一家 是啊 都很簡單啊 但我怎麼知道我前面全會不見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對於安全跟可信 還是有一個門檻 就是說一個東西 假設投資報酬率 就是一年二十趴好了 或者是一千趴 不管他是多少 只要你不相信 那個數字是多少都不重要 因為你不會去做 所以我就會意識到這一點 就是 我一開始嘗試要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讓大家消除這種心中的恐懼 所以我們的109就是 Goal is transparency 因為我們相信透明會帶來信任 而信任能改善 大陸的改善這幾乎效率 讓大家盡量 那 我的 這應該是我自我介紹的最後一張 就是 關於我自己 我可以回答你們什麼樣的問題 首先 我 我待過兩家美國上市公司 一家是75360 一家是實際互聯 我也做過這些公司裡面的 中奧建築館 間諜管理一百多人 然後 我也待過台灣的上市公司 所以我從一個人創業到待過一萬多人的公司 經驗都有 然後服侍過十幾個老闆 各種老闆特性我也都服侍過 然後我的創業經驗也算豐富 那我們現在取得的成績也還不錯 像是我們入選了全世界各大 像維安加速器 U.C. Berkeley 500 Startup Club & Play PWC Jacker 兩大創業大選之一 然後這個是前三大加速器的其中兩大 再來目標可能就是Y Combinator 那還有PWC 所以 我覺得目前為止 我覺得算是做得還不錯 然後我也很榮幸的就是 我背後有很多很好的Mentor 像是簡立峰老師啊 像是楊正大博士 都是我很好的Mentor 那我覺得 我在台灣的創業圈 我還蠻幸運的擁有這些資源 然後讓這些前輩願意幫我 因為台灣應該 就我所知應該沒有人 可以貼身的獲得 簡立峰老師跟楊正大博士的指導 簡立峰老師是 台灣第一號人物 他成功把台灣現在 U.C.變成6000多號人 是他把U.C.帶進台灣的 那楊正大博士呢 是TODAYVC的創辦人 他是台灣第一支網路的武教授 這是我們過去的一些成長的路線跟背景 好 那這個我就不提太多 這是我剛才講的 所以我那時候這邊 這邊可以想國一點 因為剛才老師已經問到 就是 我在跟那個第一次創業 我在Airbox 跟老鼓士一起創業 然後他現在就在玩 剛才講的 約宇宙啊 在玩去跨業 ARVR 我們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 我到底要創業 還是還是就業 然後就業我要去大公司 還是小公司 我覺得這是幾乎是所有人 在學生時代 最 最擴破的問題吧 那 我如果回看 我還滿慶幸我自己做的決定 事後回看都還算 整體而言我覺得都還算正確 因為 雖然好像 我的這些公司 跟我現在創業 沒有任何一點關係 但是他也 他也間接的塑造了今天的我 我再講多一點的話 我那時候其實 我最後做決定的理由很簡單 我就順從自己的內心的決定 然後還有一些客觀的分析 兩個眾和 我那時候有幾個客觀的因素 第一個是 我們四個人 我們那時候團隊四個人 我們四個人 每個人都不知道怎麼創業 然後 我們說好要創業 那時候怎麼說 我們說 我們就拿一百萬出來 一個人都拿二十五萬 那我跟你說 如果社會投資人聽到這個 這樣公司就已經 注定會失敗了 所以 首先創業第一條 股權 絕對不要按照人數均分 這個是鐵條 基本上 你還可以照你的想法去分配 但是我跟你打包票 99.9 你這家公司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願意出來做最後的決定 沒有人願意承擔 承擔成功 也承擔失敗 那 請問投資人 他要看誰 一家公司的成敗 就是股份最多的那個人 影響最大 所以不一定是董事長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執行長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有影子 董事長的影子是有 我們那時候第一 我不懂方言 第二個我們後來 我們雖然很會寫APP 但我後來發現 越來越多人寫APP 他可能根本不是職工系畢業的 什麼美術系音樂系畢業 中文系畢業 都寫得比我們還好 並不是鄙視這些人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在 在台青交受到 這麼嚴格的訓練 六年的培養 然後我不可能跟他起跑 現實一樣 我們就決定 我自己 很多關於我自己 我自己就決定 我要永遠推出 應用市場的開發 所以我再也不寫APP 所以我之後 我就做得很Hard Call 我做Wi-Fi 我做CDM 我做方向問題 我做區塊鏈 我做Compilot 那後來就越走越低層 然後再來一個點就是 我在那時候 那時候的氛圍 跟現在台灣還是有點不一樣 至少現在台下之公盤 到第二名了 然後很接近台下電機 在那時候台下之公盤 還是第四、第五名 反正那時候還是一個氛圍 就是大家都想清楚 可是我在讀書的時候 就常常會傳言啊 就是你去研發科 服國防疫啊 然後退伍雷退休啊 那我事後有驗證這件事 因為我後來有一個同事 他真的是公號一千號以內的員工 我覺得他這件事是真的 就很想求證 還是PET 大家亂講 他就說是真的 就那時候就是這個黃金年代 可是我一畢業的時候 就分紅費用花 好這黃金年代就沒了 但是我心中還是有一個遺憾 我就覺得說 好像家長的期待啊 或者是同儕大家都去選去 竹科等等的 那加上吸水也真的是比較高 高很多 那我後來就決定說 好我就去看看 最領級的ICDion House裡面 台灣的人才在做什麼 我覺得我這樣不會有遺憾 所以我就進去了 好 那我就去了瑞利辦老體 所以我還是有去的 因為我認為大公司小公司 就業或創業 你還是要問一下你自己的內心 因為你做什麼事情不會後悔 我的答案就會這麼簡單 做你不會後悔的事情 假設你去創業 然後你創造一半你就說 老老去去聯發科去台積電 好了 我在這裡幹嘛 你的創業絕對無法堅持下去 然後你如果到了聯發科 台積電說我在這裡幹嘛 就是去台積電 我連手機都不能用 好不容易買一支iPhone 13 只有睡覺的錢能花 台積電就是這樣 台積電的安檢比搭飛機還嚴格 我跟各位講 然後裡面那個是沒有陽光 就是工廠關起來 裡面什麼都用 沒時間啊 麥當勞 藍桌場都有 但是你就是在那個建築物裡面 所以你不要慶幸那邊去報告 你知道我去創業 創業多自由自在 然後還可以在上班時間跑出來演講 就類似這種 就不要做你會後悔的事情 就去想哪一個事情是你發自內心想做的 然後設一個挺身店 例如說好 你去大公司 那你可能學個經驗 我學到管理經驗了 我學到大家的作業流程了 我學到大家的團隊合作了 然後我就出來 就自己設一個挺身店 像我現在 我以前當學生的時候 我的第一志願是Google 可是我現在你說我會不會想去Google 我完全不會這麼想 我如果會去Google的方式就是 我可能公司被Google收購 我不會再去投Google履歷 這就是你會很堅持知道你要什麼 而不是隨著大家覺得什麼好 你就去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滿重要的 所以我的四次第一次就是 就是AdWords 然後第二次我講的比較少 是因為這個比較偏向是 我在世紀互聯集團裡面做一個內部創業 然後主要去服務大部分客戶 那講起來也畫長 所以我就帶過 然後第三個就是剛才講 投屏幕第四個就是Crypto Go Crypto Go比較特別的 是這四次裡面最特別的 這是我唯一一次創始團隊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並且由我獨立出資而成立的公司 所以第四次我就決定全部自己來 然後試試看 因為過往總覺得說 好像很多 我覺得這就是 所以有一個題目 就是說創業你覺得到一個人好 還是兩個人 還是三個人 到底怎麼樣扛幫得比較好 那阿里巴巴是18羅漢嗎 18個人一起創業 那到底怎麼樣數字最好 沒有人有一個答案 但是我只能說就是solo founder 就是單一創辦人真的是太辛苦了 所以如果真的覺得自己很聰明 你就自己獨立去創業 就會自信心被擊潰 大概就是這個階段 所以我剛才有稍微聊 跟助教問一下 像是創新創業的學程 那我講定大家都想創業 或是稍微有興趣的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會問大家就是說 你為什麼想要創業 這問題真的太重要了 這問題重要到什麼程度 重要到比較頂級的VC 一定會有問題 尤其是做到系統車 我以前總覺得 這是一個教科書一樣的題目 就很像是 你去找公司 我面試管理 問題通常是 你為什麼想從我公司 那你當有很多的教科書的回答 就是教科書式的回答 但是我覺得這個答案 只有你自己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你要花很多時間跟自己相處 把自己的答案給問出來 因為有時候你以為你知道答案 但其實你就一直不知道 我會說創業是一個認識自己的過程 我自己在這條路上 我也花很多時間 在跟自己去相處 咦 Covet到底為什麼創業 那我們就問自己 所以我一樣把這問題給大家 就是 你要想清楚 到底是 你的底層是在想什麼事情 你是認為說 OK 你的名片上面印個CEO Bundant and CEO 或是Chairman 好像很屌 然後你好像出去 掛一個Engineer 跟掛一個什麼Covander 好像Covander比較厲害 還是你認為說 反正創業就可以有做我想做的事情 或者你覺得創業是財富自由的 唯一道路 你要把這些東西想出來 還是說你認為我的技術超了 不要出去一定能賺錢吧 我就去試試看啊 然後或者是你又會說 我想的東西就沒有人開發出來 我自己去弄 到底是什麼原因 把它找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答案很重要 而且很珍貴 因為創業這一條路 非常的孤單 非常的孤單 然後 然後你就像跑馬拉松一樣 就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看到終點 然後你隨時隨地都會想要放棄 所以堅持下來的唯一方式 就是你對你自己的那個動機跟目的 是很堅定的 就是說你為什麼想要完成一個全身馬拉松 你就是要挑戰自我 如果這個目標的動機是夠強的話 你就一定能做到 那一樣創業就是一個抗到終點的路 然後 這邊講的可能就比較懸疑一點 就是 再說一句話 我講過很孤單 然後你會很 有時候會很負面 因為身為CEO 有很多話 幾乎所有的話 就大份的話 你就不能跟遠鋒講 然後 你說跟家人講 家人同事也聽不懂 跟朋友講 朋友 朋友大概也很難理解 他也只能聽 他就算是同領域的 他大概也很難知道 這中間為什麼這麼有困難 因為創業的困難是各種面向 所以我很推薦大家去參加創業家社群 是因為只有創業者 從創業者 就是互相取暖 可是我其實更想講的是因為 你認為創業會帶給你快樂 可是通常不會 所以你不要 我都勸大家不要創業 你不要 你不要認為 因為創業 你就可以很快樂 千萬不要這樣覺得 其實真正的幸福 無關不理做什麼事情 就是當你夠了解你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獲得真正的幸福 像 有一句話我滿喜歡的 但可能 可能有一點出入 他這句話意思就在講說 人一輩子 其實就是在找 你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上 然後你的使命跟價值是什麼 能長到的話 你就獲得真正的快樂 因為你就再也不會受到別人所影響 你知道你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我想分享的 那我最近看更多的是 是關於這些事情 就是我認為到了最頂尖1%的創業者 你比的其實不是管理能力 比的不是你的技術能力 你比的不是你的業務能力 就所謂的PR99 或PR99.9 去比的是什麼 比的是 我會說是格局眼界 還有 還有你對未來的所有想像 而這些都是程序的 這可能學得到嗎 看書學得到嗎 可能很難 而這個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於回到你自己的內心 你相信的東西是什麼 像我很 呃 我本來的偶像是Elon Musk 但是自從他一直在推特炒比特幣之後 就扣了很多 我很喜歡他的原因是因為在於 在於他 呃 他 他講出來的話 大家去關注我十幾年前他講出來的話 大家都覺得他在做夢 他在畫大筆 他在講一些不切實際 客觀小說的東西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點回看他十幾年前的東西 他每一件事情他都做到 像我舉例啊 他說過 特斯拉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像 像 嗯 他說過說 他要打 打一條 地下的軌道 從 從墨山基到舊金山 然後大家就說瘋了嗎 我們有飛機 然後 然後就算沒有飛機 我們在路上搭高點就好 你還要挖地下的軌道 你還要挖地下的軌道 你還要挖多少人 然後你省下多少時間 然後怎麼可能做到 那 他現在做到 只是這軌道還在挖 他下面怎麼走 他下面是用特斯拉放進去 然後特斯拉自己無人駕駛 所以以後你就開特斯拉到那個入口 然後特斯拉就會下降 然後特斯拉就開始開自動駕駛 你就好像進入了高鐵 因為這裡面是單一軌道 然後全部都是自駕車 你也不會有車禍 到那時候車停了 上去 你就到了 你就到了那個 洛山基 你就到了舊金山 所以為什麼特斯拉裡面要放 跟PS5同等級的GV 大家在想通了嗎 因為你以後再次都要打電動了 真的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酷 就是 最頂尖的創業者 在比的是 你們的Gentlemental Strength 你的心智力量 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很多人在創業 創到後來 為什麼很容易 變成一個外包公司 甚至外包公司不是還一開始要 因為 你害怕失敗 你為什麼願意接外包公司 是因為 不是需要現金流啊 然後 所以你需要 你需要 那些活下來啊 然後 然後我才能招 再招人啊 等等 你一定會為自己想很多很多理由 但是 當你想 你不敢去想像的時候 你已經失去了做夢的能力 那你自然而然 你也不知道 怎麼把它做出來 Elon Musk最屌的其實是 他在於他敢做夢 他敢去想別人不敢想的東西 他說 我們以後就是活在火星 我們以後就是 就是要在火星 比特幣就是 對 他說狗狗幣就是火星的貨幣 你會覺得他在吃人做夢 可是這件事情 發生了 他把 特製他送到火星上面 他把火箭可以回收 可以來回載人 連那個什麼 Besos裡面 做了他的火箭 那這件事情 就一直一直在發生 所以當你 當你相信東西 當你深深相信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才有機會 讓別人也相信你 就最近我聽到 一句話分享給大家 就是 他是這樣講 他說 創業這條路上 其實就是不斷讓更多人相信你的過程 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是很有感觸 因為創業久了之後 好 扯遠了 就是回到最近 為什麼最近一直在研究這個 因為我後來發現 已經不是專業能力的問題了 而是對於自己了解有多少 你是不是真的找到了 屬於自己的人生使用手冊 你找到了 才有可能把它發揮得更好 你找不到自己的價值主張 價值定位 你才有機會在商業的戰場上 包括公司也是一樣 公司其實就是創辦人 人格特質的一些顯化 好 那你的公司定位是什麼 國力上的定位是什麼 你才能找到你市場上的定位 所以你要先了解從自己開始 你要創業公司 你要先了解自己開始 為什麼 因為你才能知道 什麼樣的情況你會快樂 做什麼樣的工作你會開心 你真的喜歡圓宇宙嗎 還是你只是因為 現在大家都在草原宇宙 而作為宇宙 你願不願意堅持去做一個 大家不看好 但是你很熱愛的東西 我覺得這很關鍵 那 如何才能擁有 編媽的原生 你就問自己 賺到 假設你賺到錢 可是你想幹嘛 所以 這也是我一部很喜歡的電影 就是 一路玩到掛 你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到 他給我的啟發就是 千萬不要到 你只躺在病床上 最後那一個月 才去列自己的運用型單 隨時隨地在列自己的運用型單 所以隨地去勾掉他 所以 我自己 我自己現在的態度就是 你就是隨時隨地 沒有一個叫做 等我創業成功之後 等我退休之後 等我買了房之後 等我生了小孩之後 等小孩上大學之後 我就沒有那麼多之後 就是現在而已 就是 Find a joy 找出你生命中 最快樂的事情 那 這個也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人 跟公司一樣 你的 你跟別人的不同 就只有一個環境 找出你的不公平性的優勢 那 有人就說 那我沒有不公平性的優勢 其實錯了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他不公平性的優勢 因為 沒有一個人是一模一樣的人 沒有人的人生會一模一樣 就算是一個爸媽生的雙胞胎 紅豆奶雙胎 但人生也不會一模一樣 那既然人生不會一模一樣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框架叫Miles 你可以從 比如說你有沒有錢的資源 假設背景 或者是你 你是不是特別聰明 或者你有對一件事情有獨特的看法 或者你的出生地跟幸運 你的教育背景跟你的專業 還有 你現在的做作環境各種各式各樣的狀態 你自己的認知 這個就會推別出你的 這個不公平性的優勢 這個是關於創業的 創業的一個 Star Canvas 那 這個有被問到再說好了 就是簡單講就是 你把這個圖畫完 你可能也會是 就環境 我認為其中 其中的破壞是畫這小組 各位知道嗎 對不對 你就是要去想一個你要創業的 你就要畫這張組 我好像其實心意有從給大家 對不對 就是這張組 所以你今天沒辦法問 等一下 下次各位做完之後 請貨找到之後 如果多人有空 我會請各位 各位要Present這張組 你想你要做什麼事情 念及這張組 對對對 這是一個很好練習 然後 同時 我為什麼一直 不是講雙魚 為什麼一直要聊天自己 因為 因為即使是這一個 這個大師 叫做胡 胡什麼 忘記了 我在看他的書 他這個大師級的人 我八幾歲 在寫他的書 他就說 你拿什麼第一次自己 什麼東西可以代表你 或者換句話講 當你死掉之後 我木製品上面 扣的是什麼 你今天來到這一生 我們每一個人 一出生就是 為了死掉 就是向著死 向著死亡前進 那既然最後都會一定會死 那你這一段時間 你要做什麼 買房 買車 生小孩 我自己 對我來說 這不是我的答案 但是你們可以去想 你們的答案是什麼 然後 你自己存在 你希望 你希望在你的人生中 在別人人生中 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 你的組織要不要扮演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這幾本書還不錯 但是他其實 就長得比較冗長 可是我覺得那個精神是很重要 就是 你如果衡量人生 定義你自己 因為你只有把你這些東西 想清楚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 OK 你適合創什麼樣類型的公司 舉例來說 我雖然現在在這裡演講 但是我知道 我很不適合當老師 因為我覺得老師有一個 有一個特點 他很能忍受 一直講什麼不同的東西 哈哈 OK 對 你知道的東西 你要一直講 這樣看別人老師了 老師不一定這樣做 當然不一定這麼做 但是如果你是 你亂教通識教育 基礎學科 你可能要不斷從不講一件事情 那像我就很知道說 我完全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知道 我不太適合去當老師 那我也不太適合去當學者 因為我就喜歡動手做 所以當我了解自己之後 我就知道說 我可能更多的熱情 在於動手做的東西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找到 讓你自己快樂的東西 所以三個場外 是我很喜歡的電影 推薦大家去看 裡面有一句話 他就說 你不要追求財富 玩演戲的時候 也是盲目的追求財富 盲目的追求財富 是什麼概念 我們會去計較 第一份工作 以後多少錢 然後 然後 獎金是多少 幾年的年假 然後 抬過天 這種公司 會不會扣 扣 扣補價的這個時數 然後 我們可以關注 我們下一份工作 跳槽加幾趴 因為我現在的角色是 是老闆 我如果講這些話 可能就會被媒體抨擊 就是冠老闆 那我其實想從 從創業者的角色跟大家分享 就是 真的不要去在意 薪水多少 我舉一句話 講就好 我很喜歡看MBA 如果在看MBA 可能馬上就可以理解我再講什麼 你不要去關注你的薪水是多少 因為那是球團的決定 你就關注於你場上的表現 還有你戴球這個戰績就好 因為當你進入了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就決定了你多少錢 你像Steven Curry 看到自由市場 或冷冠軍 然後到自由市場 他根本不需要去想他拿到多少錢 全部的球團一定是頂薪 這是最高市場最高薪水 那你如果這個不滿意說 這你們兩個都要給我 那你們各處一個條件 他根本連想都不需要想他這些薪水 但這有點極端 可是我想表達是說 當你真的足夠輔月的時候 你是不需要去煩惱 你的賺多少錢 你還要再煩惱這件事情 其實打過來也是 你其實還不夠足夠輔月 你就是路上有點誇張 就你就是伊尼斯打開 隨便都能找到人才 那你跟誰差異化 所以我勉勵大家提醒志祺說 你現在在追求輔月還是追求財富 創建天航路上也是一樣 這有一些具體的作法 就是我在網路上簡取下來的 就是說你如果了解志祺 有一些比較實務上的做法 比如說你把它一個圓 切割幾個等分 然後你自己去劃 比如說關於人生重要領域 家庭 健康 學業 事業 個人成長 財務 你就把它依序認為 你覺得重要的事情畫出來 然後你為你自己的現況打分 然後在這裡面有沒有發現什麼東西不平衡 例如說像我個人就是很重視事業 當然顧別的家庭 那可能也顧別的健康 那這失衡的狀況就不是太好 那你看了之後你可以自己寫給自己看 你想改變什麼樣的領域 那為什麼你會想做這些改變 什麼時候呢 你會開始行動 那這種很像角色 就是玩玩遊戲 角色的力量 盡量讓它是一個圓滿的 不要過度與偏向一邊 這樣會比較 否則你的人生久了會失衡 那了解自己還有一些方式 我很喜歡這個16.6個MVTI的測試測驗 我自己是INTJ 對我INTJ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玩玩看 大概20分鐘測出來 結果我是覺得蠻準的 就是我們在大公司 最煩的就是你當主管 你就會被公司要求 定期要去測那種 一寫就寫一兩小時的心理測驗 然後測驗報告出來 能給你無憂實驗 是蠻準的 但是就覺得很浪費時間 而這裡面呢 就是手機打開 十幾分鐘就測完 然後我覺得非常準 免費的心理測驗 我沒有測過比他更準 然後他是一個有心理根據的測試方式 所以有很多的網站都會提供不一樣的分析 所以你就得到你這個前面的代號 你就可以開進去很多網站看 不同的網站怎麼分析這樣的人 你是內向的人嗎 對 我是 我是INTJ代表的他是理性的 是內向的 是規則的 是能力的 對 這邊內向跟外向指的是 是說 社交會消耗能量 還是會帶給你更多的熱情 對 那我基本上也是屬於內向的 因為我就是工程師的個性 就是處理人對我來說是很消耗的 因為跟電腦 零就是零 一就是一 可是呢 跟人的話 他說是一不一定是一 中間還有太多無限種可能的變化 那 這是四次大象限 外向內向 實際直覺 判斷感知思考或感覺 好 那這些都是實際上 幫助自己了解的一些工具 好 那最後一頁 就是 我會說 創業與其是一種身分 富裕你是一個創業家 或你是一個CEO 我就拋開這些 我覺得更像是一種 你對生活的態度 就是像我自己 我把創業 我慢慢跟創業融合為一體 就是 他就是我一個生活態度 我面對生活的方式其實就是 我喜歡挑戰 我不喜歡 學規道具 然後我不喜歡每天在做重複的事情 我不喜歡我在做 我看不到價值的事情 所以 一路以來 我當然也會很後悔 因為現在的主科 這個薪水 年薪就是 聽說年薪是好幾倍 事情是以前的好幾分之一 根據我的同事講的 然後我們以前這個螃蟹 我進去的時候 加39塊 現在好像搞什麼 五六百塊起票 好 那 那個 他們 他們現在 因為受益於中美方一戰 新竹客現在沒有要不要想賺 然後 我也常會思考說 如果我待在竹客 好像事情非常簡單 但就是這樣 你永遠在看你沒有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放下那些 就是我要想一下 抱怨一下 那無上大雅 但是還是知道 去真正的了解說 知道自己是什麼 否則你要抱怨的東西太多了 我抱歉自己 為什麼以前我入玩比特幣 對 就是 就享受人生 然後 只有 只有 快樂跟感恩 能不斷的 幫助你 在結論中 一直往上相信 好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好 謝謝大家 讓大家提問 請坐 請坐 來 謝謝 各位有沒有 這個 有沒有感受到 有沒有 這個Edison也在 這個 有沒有感受到 這個 其實 這個 他慢慢 越來越想哲學家的 四次創樂 那 各位 陳曉生組 可以上來 來分享一下 因為他這個公司 其實已經 兩年多了 已經回憶了 其實已經相當成功了 我記得他上次他跟我講 有部分的集資 我想說是 好幾億以上 就是說 兩年能夠把 公司的市值 變成好幾億 當然 他比他 這個Gordon 他在台大支公所 十幾年在談聯發 我想年薪五百萬以上 這個大概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你的同學應該在 台信電聯發 應該是 年薪應該五百萬以上 應該都有吧 所以其實 他能真可以做兩個想責 到聯發各工作 十幾年之後 五百萬到一千萬之間 第二個 他現在這個創業 這個產品 有一點加複雜 都要處理 但是我覺得 我非常感動他 還有一句話 就是說 每個人 如果假設 你相信上面有個東西 其實上面的東西 跟你是有一條線的 那條線 每個人都不一樣 像各位 各位台頭上看 那條線實際上 是每個人不一樣的 各位 那條線 其實就是你的幸福 跟熱愛的東西 每個人會選 連發各那條線 叫五百萬到一千萬 高登選那條線 就是 他覺得他自己 能夠覺得 有興趣 有熱情 符合他的個性 所以那條每個人的線 是不一樣的 天主跟你 這些中間的每條線 都是不一樣的 當你發現那條線 其實你就 放心了 往那條線來走 那我們 大概還有三十 三十分鐘左右 每一組都來分享 不過 before這個之前 我是請 Ederson來分享一下 這位年輕的創業家 你覺得成功 關鍵是什麼 那等一下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跟你 Gordon跟你介紹 陳嘉堂陳博士在 IBN 他是U-Pen的博士 然後在 本身在 IBN做快二十年 本身也非常資深 他跟我現在 在做一個很大的談 就是跟泰美的關係 Ederson來分享一下 各位好 各位好 Gordon Gordon Gordon好 其實我剛剛在聽Gordon 在講的過程 裡面的話 好像 我反噬很多的事情 就包括我自己本身 在跟Domment 口氣輔導一些 在Coming的過程 是一樣 我今天早上 八點多的時候 八點跟一個 年輕人值班 這個事情我經常做 做哪些事情 他現在的話 是在一家公司做事情 然後這家公司的話 他是台灣負責的 那我今天早上 就問他說 你現在幾歲 他說33歲 我說那時間到了 我說你他工作八年 我說這個公司 已經沒有辦法 已經沒有辦法 去負載你的成長 OK 所以今天下去的話 你在這公司 帶下去的話 你可能就一直concrent 一個對的時間 你應該要出去了 但是同樣的事情 我做過非常多次 也不一定是說創業比較好 或者也不一定是就業比較好 但是中間一個交叉一個過程 在你的人生之中 一定會再發生的 包括Gordon 因為他原先也是在公司上班 那上一上市後 他覺得時間到了 他就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一樣 像你這個年級的時候 在面臨所謂的創業 或是在面臨所謂的就業的時候 一定有一個很大的複製 我們說實話 我自己本身是比較 願意你們先去就業 等到你們自己看看 你自己本身 你煮的時候 你再出來 你再出來 我記得我在IPM的時候 有一個 都不算是學生 因為他 他在做公讀 更晚長一個時間 他從IPM出去以後 他就去創業 每天去創業 然後差不多三天前 他回來他跟我講說 老師我怎麼待不下去 我不想創業 為什麼 因為我在 重新到畢業以後 他是台大NBA 台大NBA 他一創業之後 他說他不曉得 突然發現他自己 沒有學習的對象 也就是說 他不曉得一家公司 就像剛剛講 他不曉得一家公司 他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所以他在做的過程裡面 他老是覺得缺這個 缺哪個 缺這個 所以他回來說 就來問我說 你能不能推薦我 到愛店上班 或是其他地方 那後來的話 他到馬克西 他最後是當年馬克西 在台灣唯一 錄取的一個 一個畢業生 唯一錄取的 當你做一個人而已 但是他在馬克西 他待了三年以後 他現在又出去創業 他說他已經學習到 他已經知道 什麼該怎麼去做這個創業 所以我覺得 跟Gordon分享 對我來講 真的是很民主珍貴 因為他幾乎就是一個縮影 什麼縮影 就是一個年輕人 他從出去 從校園出去後 他面臨的結折 在每個階段的結折 甚至到最後那幾個片子 我覺得更感動的 為什麼 因為他考慮的 已經不是創業這個問題 考慮的是 他的人生使命 跟他的人生平衛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本身 是馬卡爾 Gordon以後 也會成為台灣的 所謂創業的 mentor 跟大師 謝謝 謝謝 然後就是 就業跟創業 第二個是 到時候創業 其實就要面對自己 是誰 往何出去 什麼是對他自己幸福 所以 我對Gordon 不是這個期待 我希望他成為台灣的 那是Mask 各位介紹好不好 好 那趕快給我 我們來談一些 因為其實 我也是喜歡做大碰 我剛好 今年也創了兩個業 當然我們這種年齡創業 就是找一個副 副辦法 所以 那本身我也很好的 CEO來幫我 我要每天來操練一下 所以其實我們的創業 基本上都是 幾乎要改進自白成功 所以我今年也創了兩個業 一個是關於 這個 RedTech的公司 治理數位化 那個課程那邊在互動 第二個 我準備在做數位人才 培養數位人才 我要把東南亞的數位人才 台湾 日本韓國送 所以 我現在在做這兩個事情 其實我也是個聯繫創業家 我其實 雖然是教授 但是其實之前我的工作 也是不斷的換 那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創業的形態 那江總 來分享一下 你覺得這樣的成功故事的成功觀念是什麼 然後 你有什麼問題有沒有 是 來江總 江總也是聯繫創業家 目前360度 這個粉絲非常棒 我們等一下 各位等一下的內容都會放在YouTube裡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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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佩服 Gordon 其實 台灣在新創圈 做硬體的 做品牌的 其實沒什麼能瞭你 我在兩年多前 二次創業的時候 在結束前一個公司 那 剛剛江總有提到 下次也許我可以來分享 在失敗的時候 當你從一億多億萬富翁的時候 被登領的時候 趴在地上的時候 你怎麼爬起來 而且沒有失去了你的鬥志 對於這個創業的熱情 我覺得這個 也許下回我沒有分享 OK 那當然 創業的確是非常辛苦的 如果你的mindset 你自己沒有思考好 他們講 你現在 想你有點江蘇 這都是你要掌握的 在我自己創業的 前一次創業在結束之前的幾年 其實真的是跑三點半 支票會跳票 你要去換票 你要去協調 你要這樣很多人 這個真的是 關關難過 關關過 但是 最後當然 還是把它ending結束 當然這個也是 撐了六七秒 我們才把它結束 很多人 是失敗了以後 他就趴著 他就趴不起來 他可能就是 做傷害自己的事情 這當然也蠻有 大家可能也常會 但我會覺得 在創業這個路上 你成功是哪一個人的渴望 但是當他失敗的時候 你怎麼去 有一個心態去解決 去處理所有失敗這個過程 我可以算是 關關難過 關關過 但是最後關美過 但是我在二次創業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選 這個三百個數目影像 因為我自己在影像產業已經24年 我貼過150個品牌 ODM的貼牌 以前我是傭兵 我常常也跟他講說 我是傭兵 因為以前是八百家 在做幕後的貼牌代工 但是我現在更想成為一個傳教師 做品牌系就是傳教師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排一排在銷售 每一個客人我們代表 但是我們樂在其中 為什麼 因為這個已經變成是我創業魂 我對於創業這個工作的熱情 我的使命 而且我覺得 當你有第二次創業的機會 你更希望能夠把它把握住 能夠把握住 以後當然 你還可以做更多更多更有Vision的事情 還有更願景更大的一些事情 甚至說整個產業鏈的這些事情 這些都是我在二次窗內我想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不是只是想要做一個品牌而已 因為做一個品牌 坦白講 我剛剛講到過 在新創圈 就像台灣的VC 在台灣的這些 我們都談過 我都談過 但是被打槍 大概都被打槍 講說我們現在也不拉費我們的時間去找大的VC 我們就是找一些天使投資人 他自己的為何能夠有機成長 那當然是最好 但是像軟體的這個東西相對容易 這個當然我們也是蠻羨慕的 因為台灣的創投的這個領域 他比較青睞於做軟體的 做AI做區塊鏈 做一些東西 因為他投入的資本相對來講比較少 我們要做一個這樣的東西 你要花幾千萬的 設計 你要ID 你要機構 你要模具 你要配料 所以那個相對來投入成本都比較高 所以創作他沒有這個時間去等這個收成 所以要創業 那要選好你自己的投資 那我選這個主題主要是因為我在產業前很久 我28年在電子產業 所以我覺得我想做的這個是 做產品是我的熱情 可以摸摸到我們自己產出的這些產品 而且可以使用它 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熱情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 所以也鼓勵大家 找出你自己的方向 但我鼓勵創業 真的我鼓勵大家真的 能夠有機會來 以後能創業 下次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來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 補掌直接關閉 其實剛才講就是每個人挑釁 如果從江總 他跟那個 我這個天井調整 其實每個人跟那一種 所謂的天井其實都有一條線 江總那條線就是 希望能夠摸到 讓他能夠講個故事 讓他獲得他的熱情在裡面 他希望在每一台機器就是傳一個傳道 所以每個創業家都有沒有覺得 像Gordon 現在也像傳道士有沒有 講人生追求什麼對不對 人生的興趣跟熱情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其實夜來夜 覺得最大的收穫 其實是他內心 他知道他要什麼 他要創造什麼 來第一組 第一組 第一組主要是誰 來 來 第一組 來趕快 然後來 分享一下你覺得Gordon的 成功關鍵是什麼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把握時間 因為我們大概2點45左右 來 你是什麼系 叫什麼名字 我是內圓系 我叫陸彥 我覺得 講師的成功關鍵就是說 他敢做夢 然後去求求求別 敢做夢 好 市長 你要什麼問題要請教Gordon有沒有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因為內圓比較像是機械系 Gordon等一下要同問董長 所以如果可以就把它記下來 好 機械系在台灣現在其實是沒有像以前那麼熱門 然後你現在是比較像電子類的 我想請教一下 你對這旁邊的看法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當初在創業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說萬一失敗 好 怎麼辦 好 謝謝 剛剛講的成功關鍵你沒有聽到 就是你喜歡做夢 是不是這樣子 幫我回答一下 創業的時候是不是都喜歡做夢 而且風還蠻大 第二組來 第二組來 覺得成功關鍵是什麼 或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是極限系的朱小琦 我覺得成功最重要的關鍵是 先確認自己想要做的是什麼 然後你再努力堅持的 你要先用一些自己的採訪 然後就是自己對別人來說 自己的優勢是什麼 然後再努力堅持的去做下去 然後再努力堅持的 然後再努力堅持的 所以結成功 他的成功關鍵就是 他自己知道要做什麼 對不對 好 第三組來 第三組 來 第四組麻煩丟出來準備 這樣比較能夠接成時間 第四組在哪邊 第四組 等一下就在這邊先揍一下 這樣就不用 第三組麻煩動作快一點 我覺得成功關鍵是在於 你敢做你想要做的事 他的成功關鍵也不是你在那裡 他是敢做以來的 對 敢做你現在想做 這樣就不用了 沒有什麼問題 目前沒有 覺得勾著是 成功關鍵就是想做什麼 來 第五組 來 第五組 來 第五組 你覺得成功關鍵是什麼 扣者是傳協系的幫忙 我覺得董事長的成功關鍵在於 他認識自己 要知道自己的創業動機是什麼 才能在創業的路上堅持 他第二個成功關鍵是 創業家要敢做夢 因為人以夢想而偉大 要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 然後扣者相信你能成功 他我的問題是 剛剛有提到創業家是孤獨 他如何要創業家 如何排解自己的孤獨 好 這很好的問題 孤獨怎麼辦 來 去上卡拉OK 來 剛才是第五組 是第七組 第五組 下一組 下一組來看看 好 來 動作快一點 謝謝 我覺得成功關鍵是怎麼 然後 我是能源機格的黃玉珍 然後我覺得成功關鍵就是 他把創業當成一個生活態度 這樣才會去正視他 不會像當成身分一樣 要對決多麼 就把生活態度 有什麼問題要請教長 你們想問他 他覺得是不是 下一次這個創業 會達到什麼樣的成功 有什麼 還是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來 下一組 下一組來 趕快 來 麻煩我們跑了 我覺得成功關鍵是 就是認識自己的過程 就是因為 因為他有在 就是 業界有 先 當過別人的 這個員工一陣子 所以才知道自己 缺乏什麼 然後更需要什麼 所以才創業 認識自己 還有對手 的這個過程 他也知道問題嗎 沒有 好 下一組 下一組有沒有 下一組 顯然大家對於認識自己 尤其大二大三是比較困擾的事情 你覺得他的成功關鍵是什麼 那個 你好 我是電七二一的管理委員 我覺得總 那個 創業的 關鍵就是 他 創業後不會後悔 因為是他 中期很明確 對 所以 可以堅持到最後 然後想問總市長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還不夠認識自己 我們要 總市長建議是我們先去就業嗎 還是有什麼方法能 幫助我們認識自己 對 很好的問題 怎麼樣認識自己 就是在二十歲上下 其實 對自己是誰 往哪邊走 是很困擾的 是不是還有一組 你是 你是第幾組 哈囉 你是第七組 第八 第八沒有人吧 是不是只有八組 還是第九組 沒有 有十組 有十組 第九組來趕快 第九組組長是誰 代表來趕快 第九組有沒有來 好 有沒有 第九組 舉手一下 好的 趕快 好 就 第十組 第十組是誰 第十組啊 麻煩就 可以嗎 我覺得總市長 你是誰 我是機械二甲的 代替傳人 我覺得總市長 創業成本 完全是他夠了解自己 然後 能了解自己是想 自己 類型的想法 以及他敢做夢 這什麼問題 沒有 那我要問你 請問你要 你要先就業 還是先創業 我 我要先就業 先就是讓自己 學到更多經驗 先磨練自己 好 畢十組 來趕快 你好 我是畢十組 我覺得 你是誰 我是 校外生 然後我叫大學部 然後 你是什麼什麼 哪一個 哪一個 哪個學校 海大商傳器 海大商傳器 叫來做船長 對 好 好 我覺得 講師本身 山莊的觀念 是 他知道自己的動機是什麼 然後 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有辦法繼續努力下去 然後我想問 講師的問題是 創業常常會在新創情 然後 大多數人都還在不瞭解 你產品的狀況 然後 可能每天都要燒錢 然後在這樣的 財務壓力挑釁下 要怎麼 保持 對自己公司的信心 有什麼好的問題嗎 就是創業的時候 開始都在燒錢 第一筆的時候 也不一定是太清楚 第二個是 這個 每次都人家都不在問 你是誰 你是誰 不像我在台積電工作 或是台積電 你不用解釋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 很好的問題 好 紀實組 郭忍幫我們來 回答一下這些問題 可以嗎 第一個問題 剛才有機械系統 有問到 就是說 機械系 現在好沒有那麼熱門 那怎麼辦 這就是我說堅持 最重要的事情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好了 我前天跟一個 PWC的前輩在交流 他說 他這輩子沒有想像到 環境工程系 有翻身的一天 對 你知道這一兩年 環境工程系的身價 可能漲1.5倍到2倍 什麼什麼生物科技啊 什麼環境工程 最近增加暴漲 為什麼 因為直到這一兩年 你開全世界開始在談ESG 就是環境啊 自理啊 永續經營這些東西 那市場就需要這些人才啊 那當需求大於攻擊 你的身價就暴漲 創業也是一樣 就是說 所以我還是在講說 你到底為什麼 你怎麼讀機械系 如果你現在 我就很 這邊我就會講重一點 如果你現在就覺得 你當初是按照分數去點機械系 那趕快轉系 趁在學校的時候轉系 不要去職場面試的時候 讓面試主管問你說 為什麼你讀機械系 要來 要投我這個履歷 要不要說這件事情 盡快要轉 就現在轉 那如果你是相信 機械或熱愛機械的 那你也不會問我這個問題了 因為不管他前途好不好 你正在做你喜歡的事情 那要養活自己太簡單了 所以你要去看你賺多少錢 看你是不是賺 做你自己熱愛的 有可能就會覺得說我講這句話 就是這種人間幾乎等等 但是實際上 大部分 我們不需要那麼多錢的 我們是被預望給綁架 那如果家裡有負債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你負債你可以用其他房 你可以接很多工作 那你還能回歸到你自己 真的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那塊我可以 可以再分開討論多地方 所以機械系 我檢討回答就是這樣 就還是回到你熱愛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失敗怎麼辦 其實這好像蠻多人提到的 就是說 創業失敗怎麼辦 憑良心講 我也害怕失敗 所以我會有客觀分析 也會有感性的分析 感性當然就是順著直覺去走 那客觀分析也很簡單 客觀分析就是 我可以 我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可以完全不需要去思考 才能留一個這樣處長 維持多長的時間 那那個時間如果是你 例如說好 你覺得 你做這件事情 一定要三年才會有成果 舉例來說 你如果要做一個360攝影機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不管 如果不留兩年的時間給自己 你是不用去想這件事情的 因為沒兩年 你可能連那個我都還沒設計完 然後工廠都還沒談到 有人願意賣量產 所以你一定要從你想做什麼 然後回推 兩年時間你一定要 那兩年時間你就不必給自己 或你能不能給自己 那如果答案是不行的話 那你就不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 當你設定了田存店 你就不會考慮失敗怎麼辦 像我現在 我不會考慮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 我失敗 我一無所有 我不要負債 我不要負債 我隨時都可以爬起來 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我一點都不擔心 我創業失敗 因為我創業失敗 我如果回到就業市場的話 那個錢是很輕鬆可以賺到 就是我甚至不需要 那我旅行都會有工作來找我 其實我現在就算 那我旅行都會有工作來找我 那我旅行都會有工作來找我 我一想到他不知道我在創業嗎 我為什麼要這樣 我說你不如幫忙收了吧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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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不需要擔心這件事情 就是 你追求卓越 然後在市場上 你如果有連價值 你就 就不需要擔心錢的問題 好 所以 然後再來就是 盡可能降低自己的慾望 就是如果你想創業 我就建議你不要買房 你不要買車 對 因為當你買了房 買了車 我舉例來說 如果投資人跟你說 這個機會在印尼 去當地設立公司 有機會做起來 那你願意去我 我投資你 那你怎麼辦 你買了房 你被綁住了 所以維持 隨時保持自己的移動性 尤其在年輕的時候 就是 不要陷入那種有土石有財的想法 你就是屬於世界村的公民 那當然你錢很多 就當我沒說這件事情 然後 排解孤獨的方式 這件事我也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方式 我自己也還在持續在學習 但是我覺得幾個方式還是不錯 第一個我剛才有講參加創業社群 因為只有創業者 只有創業者懂創業者 你不要指望任何其他人會懂你 那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老公老婆 絕對不可能懂你的 除非他跟你一起創業 那可不用說爸爸爸爸 或者是小孩 或者是兄弟姐妹 然後 再來就是運動 擁有一個 喜歡的運動我覺得蠻重要的 因為他可以讓你 輸解壓力 這什麼運動 我自己是籃球 跟騎腳踏車 但是騎車最近騎的比較少 對 我以前各種運動都做 所以我未訪問全程把達送 再來就是 當還不夠認識自己 到底要如何做選擇 然後是不是應該就業 其實 大家不要認為認識自己 這件事情很簡單 就像老師其實剛才分享的 那條線 那條通往宇宙或天主 或者是什麼 上帝耶穌 這種線 很可能你到五十歲才能找到 那是什麼五十之天命 然後五十歲之前 都要逆天而為 就要做自己不擅長的事情 然後奔事計數 然後到五十歲 這就是我的命 然後你就接受一切 很有可能有人五十歲才找到 而且大部分可能五十歲才能找到 那這就是為什麼五十四千命的原因 所以你千萬不要認為說 你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找不到 你就很沒自信 其實我到現在我覺得我都還沒有完全找到 只是越來越接近而已 那如果你還是認為這件事情很困擾你的話 困擾你的選擇的話 那我會一句建議就是去就業 因為我覺得其實就業沒有那麼可怕的 你大可進去 就是說狀況不對 你當天要離職 主管也拿不住你 像我以前研發地帶一 真的是一個抉擇 因為我一進去就是三年 你如果現在如果是 我是沒有考慮研發地帶一的問題 現在研發地帶一好像只有一年 所以我覺得那個沒有什麼 那其實為什麼太低了 一年你其實學會一個工作的基本的工作內容已經寫起來差不多 所以浪費不了多少時間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去就業吧 如果我還是真的不確定的話 那如果說具體要做什麼事情 我剛才也分享了一些工具 然後市面上有很多這些書籍可以參考 那財務壓力如何保持信心 這點是真的很難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新創公司有募資的都很光鮮亮幣 可是實際上投資也不是傻子 他不會給你一筆錢讓你花一輩子 他一定會是給你一筆錢 然後頂多讓你花兩年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照這個機會擴張 他一定會說我給你的錢 你為什麼不花 你不花你錢還我 然後所以你就必須被握 如果用那樣的速度去成長 有時候你可能覺得 這市場好像不對 我的預算可能要先Hold住 這可能投資人不一定會願意 所以當你被逼迫成長的時候 你就會去花那些 你可能不願意在現在花的錢 那就會讓你的 就算你募再多錢 你可能時間還是會被壓縮在 在18到20個月必須花晚 也就是說CEO永遠都是在缺錢的狀態 除非你是去開一家 開一家雞排店 那你每天都會有正向的現金流 軟體公司更是如此 軟體公司跟一體公司更是如此 你初期就是一直燒錢 所以要去調試他 像你要去調試 調試哪個工 尿尿都可以賺錢 當你能調試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可以面對很多的壓力 然後 我自己會覺得是說 還是回到你自己全部是不是規劃好 因為當你規劃好這筆錢 你的錢資源就存在那裡 你更關注的不在於說 你剩下多少錢 關注的是你剩下多少時間 以上應該都有回答到這些問題 然後就是這樣 很好 這位審刊師長 你跟郭忍真的很厲害 這麼年輕 我想大家都回答到問題 其實郭忍把你請教的問題 就是說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你那條線已經都 往哪個方向走 已經找了找 用那個麥克風 你今天那條線有沒有越來越清楚 嗯 我覺得 我覺得是不是越來越清楚的 就是 我自己 尤其是這一年半的體會 所以我認為說 當 有些事情真的很可怕 尤其是當你是Solo幫的 你就是那個CEO跟董事長 然後還有最大事故人的時候 其實當你自己的狀態稍微調整一下 你整個公司就完全全不一樣 有一點類似這種感覺吧 就是 這是一條線 然後其實你只要底部的方向稍微動一下 因為你的影響是 你是影響直接影響很多人的 那你整個軸心都會偏掉 所以當你自己 例如說我舉 大家看我的時候 如果你自己搖擺不定的話 欸今天做 有宇宙 明天 明天做 做這個 做這個 ESG 那後天 後天做 做 做什麼 還有什麼熱的 就是AR 那上面要 要 無所是從 所以 當你自己 定毛了 你很清楚知道 大家我們床就是往那邊走 在上面隨手才知道要怎麼滑 所以你不要依賴說 其實不可能隨手幫你找方向 因為他們光是這邊滑槳 就已經真的很辛苦 所以 船長的角色就是 你要再忙忙大海 全部都是霧 你要很有信心的跟大家講說 那個 那個 保障就在那邊 或我們要去的目的地就在那邊 有時候要憑經驗 有時候憑直覺 所以兩個大碼都要併用 快聲亂講 兩個大碼都要併用 那 我會說 我還在今天探索自己的過程 但我會 現在已經慢慢越來越清晰了 那當你越來越清晰的時候 你就要很定 很定的原因就是 你知道 什麼事情該做 什麼事情不該做 我的menter給我分享過一句話 我非常喜歡 然後跟大家分享 你的公司並不是由你要做什麼 而決定的 其實是 你決定不做什麼 才能決定你公司的樣貌 因為你要做什麼是很容易的 他有這個工程會加 這個 小米360攝影機 有這個工程會加進去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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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腳架 我就不用自己再收腳架 那我把這工程都放進去 那產品到最後就會視不下 因為 你誰也跑不了好 所以 當你拒絕做什麼 才能定義你的公司 而你要怎麼知道 你要拒絕做什麼 那就要看 你多了解自己 多了解公司 好 以上請講 很棒 我們鼓掌 謝謝 他不太能找自己要什麼 然後顯現 有一次 我們台灣真的被三星打 亂七八糟 然後 郭台銘就很緊張 因為在四年前 台灣真的被神仲 神仲已經誇下說 把台灣整個產業都毀掉 那個時候神仲其實也很大的 就是人量 郭台銘就很驚急 因為 韓國很大一條 這裡面韓國小生 他們其實要做大會 要毀掉台灣 他就真的做 他不是跟你開頭去的 他就說 要毀掉台灣 又碰到張總統 張總統說 神仲的問題就是做太雜了 所以他們把整個半導體 就是說 張總統說 我們就把半導體 把它做到最大 那請問現在半導體 你這個可以今天的成功 是成為復活成這樣 是不是這樣的事情 不斷的蹊跷 所以這個是我想 Colden講的 我未來很簡單的分享 就是說 其實在追求自己的過程裡面 各位都想 我現在看到 我為觀念機械 我觀念人員 其實人生是真的 不斷的探索 那真的也是沒有錯 到50歲的時候 真的比較知道 到底我是追求大樂傷害 還是追求創命 還是追求什麼 所以其實不斷的探索 那這個過程 其實是 都是在問你自己的問題 問自己的問題 什麼是讓自己快樂幸福 是什麼 我想Colden一定 慢慢再找到自己快樂的幸福 那現在去台積電 絕對不會幸福 那現在去連發圖 也不會幸福 那現在幸福的事情 就是在做一個想像 然後讓他實踐 喜歡手作 那我自己也簡單的想一想 就是我自己也在 在不斷的問自己 什麼事情會讓我幸福 因為其實我可以是一個 身價十億的律師 其實我做律師是很賺錢 我賺的做幣多 我自己可以成為 我管過很多 我管過產業集團 但是我覺得其實 這個讓我最快樂的是 做一個跟他一樣 講故事的人 把很多好朋友的故事 像多人的故事 像校長 像江總的故事 我願意來分享 其實這個東西 算不賺錢 但是我願意把很多 好的故事 跟大家來分享 我不曉得這班 找我們到六十個人 我多少人都理解 這個剛才多人講的事情 但是也許心裡 有一點想到 你很了解自己 是很重要的事情 連台陳教授有一天 在演講裡面 說那一條線 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樣其實你就會有收穫 其實我最想做 我想我會找多人 跟Edison跟江總做的 其實我最不服氣的事情 就是我們台灣人 都把自己當作台灣人 或是中國人 我是真的希望 台灣人每一個人 都是當作世界人 世界公民 各位不要覺得 這個好像是很荒唐的事情 我們在一百年前 有一個人叫蔣衛水 蔣衛水 他其實那時候是日本時代 被Edison講過這個故事 他在一百年前 就是創造一個協會 叫文化協會 因為他們是在日本那個環境 也不曉得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人等等 所以他們自己最後決定 變一條歌 下次我把這條歌放出來 他自己決定 他台灣人要做世界人 一百年前 請問那個時候 各位知道他幾歲嗎 27歲 沒有比各位大幾歲 所以我事實上 現在不會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透過科技 透過兩個狀態 我創造兩個業 都是有目標的 一方面是透過數位 另一方面透過人才的一個平台 我就是希望把台灣人 在2049年的時候 也就是經過28年之後 每個人都自己 充寫了三個字 叫世界公民 四個字 這個不只是一個理官的想法 同時也是數位的想法 每一個人都有個ID 叫世界公民 一號二號三號 這樣我們台灣的高度才是夠的 這個東西一定要有 不只是一個想法 同時也是一個系統 同時也是一個產業戰略 那事實上我是正在做這個事情 這就是我的那一條線 那Gordon有另外一條線 但是我也喜歡把各位的那條線 都拉到我這邊都過來 都找到不同的一個可憐性 那這個東西需要大家 Alison知道 我是專門在做這種事情的人 我喜歡把他的線路和來一起 成為一個千求人才世界公民 那今天真的謝謝三位前面 Alison是我們的好夥伴 他其實在IBM 其實他一個小時是幾萬塊的 他從IBM退休之後 他每次做一個project 事實上是七十萬美金 就是兩千萬起跳 所以他其實後來離開 這個IBM 自己闖到他自己的那一條線 江總也是非常特別 就是自己在人生曾經成功 也曾經失敗過 今天自己也找到那條線 我們希望這條線 他能夠繼續成功 Gordon還是幾歲 各位看他幾歲 你記得他參加幾歲 你記得Gordon 他一直跟他講他幾歲 你看他看他幾歲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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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得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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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想多人家會不會想 你應該是七零有下 三十 三十出 不能出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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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Gordon你自己宣布 你計算 三十 哇這很接近 差不多了 不過看起來真的很活活 而且我看他這個好像 這個非常靈活 那麼瘦 把他跑去 有時間招募小孩嗎 很少 很少 這個就是剛才講六個頂盆的 中間也一個 稍微不頂盆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也真的希望這個三十歲的 對我來說是真的年輕人 真的要想Alan Musk 我們一起來做個大夢好不好 因為真的 我們所有的資源 都是現在都在台灣 老實說真的很幸運 所以我們一起來做個大夢 我們一起來做Alan Musk 或是比Alan Musk更大 那我們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各位 我們至少五秒鐘鼓勵一下好不好 5 4 3 1 謝謝各位 我們到這邊